各位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今夜華洋說 我是竹生 今天我們請到這位來賓他是從台灣來 看他的一張簡歷 哇你會覺得很驚人 非常傲人的簡歷 我們看看他是從台灣的北域女畢業 然後又進了台大外文系 接著又來到我們美國念了Stanford MBA 然後做的相關工作也是非常棒的一些公司 比如說他在台灣 台灣大哥大 以及天下雜誌還做過事情 後來又到了微軟 把微軟Windows95以及Office95成功的上市台灣 目前他是在台灣的Google做行銷總經理 你看我講了這麼大一堆覺得他真的是非常驕傲的一位精英女性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很榮幸的為你邀請到的 訪問到的 這就是來自台灣Google的行銷總經理張承秀女士 張總經理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覺得看到這履歷之後再見到你真人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名如其 真的是真的是讓我覺得很有力 我們今天觀眾朋友很多可以聽 謝謝謝謝我也充滿的期待 是上來之前我們就我們剛在開玩笑 我們都互相Google了 所以我們相信應該有很多東西可以聊 基本上來賓呢我都是做功課都會Google一下 所以我每天都會用您的產品啊 可是我沒有想到您是第一位我主持的電視節目其實也不長了 但是呢一位來賓是先把我Google了一下 我都知道你2006年獲獎對不對 在訊媒體這個項目 我以為說您以為我哪一年出生 哈哈哈哈 不知道您湖北人 哇你好厲害哦 對對對有仔細的所有找到都看過一遍 所以大家知道如果你想進Google真的是不容易的 因為你還沒來到這個現場 我們的總經理已經把你的身家背景全部調查的很清楚了 我們下集回來繼續就跟張承秀總經理好好聊一聊 他的人生馬上回來